立法議員吳國昌認為 興建告下破壞松山燈塔景觀 問題已引起國際和中央政府關注 質詢當局如何作出過那段決定和措施回應 李麗尚不得 書面質詢中指政府不理民意 先後批出羅里基博士大馬路和東望陽邪行 與若縣馬路間的地段 興建海拔高達135米的高樓 以至海拔91米的松山燈塔景觀將受破壞 直至最近聯合國教科民組織自行中央政府 要求關注濫建高下破壞西圍警官問題 但特區政府仍然未有維護西圍警官的果斷決定 他則信政府到現在是否仍然認為 僅僅確保外港碼頭、金蓮花廣場、塔石廣場和大炮台等 四條觀看松山燈塔的視線走廊 就可以任由高下繼續興建 否則有什麼具體措施 確保燈塔景觀不受破壞 政府又會否接受教科民組織的建議 建立管理體系和議會 保育文化遺產現存結構和整體景觀 另外松山東望陽燈塔一旦列入 世圍憑危名單 這個政治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擔 大陸你根本就算了 我沒有心理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在標準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